用力啊 用力 出来了 出来了 深呼吸啊 大口的喘气啊 草重啊 看到头了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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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尔 怎么了 怎么了 红尔 我们的孩子 孩子怎么了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我进不了沈家了 孩子死了 我也要死啊 我也要死 太太 你不要这样 太太 你不要这样 太太 你别寻死 你要进沈家 很容易的 我把我的儿子送给你们 就是这样 我就把我 跟沈苍州的儿子 送进了沈家 从此 这个秘密 一直压在我心里 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要是我告诉大家 朝宗不是沈家 是沈家的儿子 那么沈家就保不住了 如果我告诉大家 朝宗是沈家的儿子 那么殷熙红 会怎么想呢 那儿子 不许我做什么 都是错 可能 老天爷怪我太狠心 杀死了一熙红的孩子 报应啊 一切都是报应 撒谎 娘 你撒谎 苍州怎么会和你扯上关系 你撒谎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我也不想瞒你 你儿子是我杀的 你要报仇的话 就动手 你杀了我的儿子 你杀了我的儿子 我要让你看着朝宗怎么孝顺我 看着他怎么替我送终 我要你没儿子给你送终 我要你没儿子给你送终 娘 娘 你别气坏了是师太 娘 别跟人说我们来过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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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你骗我 骗我 骗我 你骗我 你骗我 娘 这个老妞一定是疯了 她说的话我一记也不相信 你们相信吗 你信不信 不相信 不相信的 你信不信 我 我不知道 不过看她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那就是说 你相信你公公是一个 使乱中气的大坏蛋 我是一个被骗了一辈子的笨女人 而朝宗的母亲杀了我的儿子 是不是 媳妇不敢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听到的一切 都不许告诉朝宗 我要让她知道 她有一个狠心的娘 如果不是 我们沈家容不下她 我更容不下她 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 老太太 明白 明白 全部给我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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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恩爱 一世夫妻 往我以你为荣 立先为你守住沈家 原 原来你是骗我的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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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冷云 你放开我 我有事离开一下 你好好练功 回来我要检查 你绑着我怎么练啊 你想溜走 我不会拦你 不过你知道 我总是会有办法找到你 到时候不但功课加倍 而且还会受罚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回来 你回来 冷云 你放了我 你 你绑着我 我怎么练功啊 好好练功吧 练功练功 练你个头啊练功 来 他每次到这里来 都拿着石盒进林子 莫非有什么秘密 不能让人知道 我要是知道了 岂不是可以威胁他了吗 老大 老大 嗯 好歹也吃一点 大不了 我不再逼问你凶手的事了 师太 尽空师太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在这儿啊 冷云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大奶奶奶 他叫白沐飞 是沈阳人 祖上三代都是药材商 现在呢 在隔壁镇的鬼河堂啊 做大掌柜的 江大奶奶 你也看到我这边的情况了 你打算怎么做 很简单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先把药价降下来 各凭本事 凭我的经验 要对付一个饱和堂 绰绰有余 这么有自信 江大奶奶 你可以先打听一下 这三年来 我给桂和堂 创造了多少利润 既然你给桂和堂 赚了那么多钱 为什么还要走呢 人往高处走 但如果将来 你在我们百合堂 做熟了 你也会走吗 这是一定的 不过 江大奶奶找我 也只是解燃眉之急 我相信 此刻我的出现 一定正合适宜 听你这么讲 你一定会帮到我的 谢谢江大奶奶 朱掌柜 你先带她去百合堂 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好 请 真是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什么事啊 大嫂 你知道我刚才 看见谁了吗 谁啊 快说呀 就是那个被处死的 镜空师太啊 没有死 老大 事情继续得怎么样 那具尸体的身份 已经查明了 他叫钱老师 以前啊 只是个混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地 就做了大兴钱庄分号的大掌柜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 他还没有上任 就又回到镇上了 一个钱庄大掌柜 要经过十几年的培养 她一个小混混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 做上大掌柜呢 除非是江大奶奶 有什么把柄在她手里 你还记得吗 案发当日 江大奶奶也在案发现场 难道是江大奶奶 不堪此人的威胁 将她杀死 然后利用沈朝宗的身世 来让镜空师太 做了替死鬼 有这个可能 我听水域安的那些女泥们说 沈朝宗跟江大奶奶的来往 神秘 要这么想的话 就不难理解 杜兰烟遇到刺客的事了 走 去大兴钱庄 是 江少游 你想干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乖乖地回祠堂练功 第二 把这个签了 修书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 互相信任 你已经不信任我了 倒不如现在分开 免得互相拖累 你 我不会让你和冷云双宿双妃的 你 江二少爷 你别说 我再也不会跟你学什么鬼功夫 你不是就想见苏星河吗 你见 你见 你尽管见啊 你可不可以听我解释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修了他的 我们江家丢不起这个人 在我面前丢人也就算了 你还扯上人家 你简直无药可救了 那就不用救了 反正再怎么样 这江少爷 也不会变成冷云 熹和 熹和 冷大哥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熹和 你再多给少爷一点时间吧 其实感情的事情 冷大哥 你今天来是 我本来 是来找江大奶奶调查一件案子的 我姐姐不在 你是说什么案子 还是改天再告诉你吧 我先走了 大哥 这天好热呀 怎么回事啊 这什么天啊这是 怎么这么热啊 这么热啊 卖凉茶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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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什么凉茶啊 冰镇的玫瑰凉茶 喝了消毒去火呀 可以啊 过来过来过来 快快 我可以 来来慢点啊 给 不错啊 多少钱 两碗钱 我来吧大哥 我来 我来 谢谢啊 慢走啊 走了啊 走 你别说这茶还真不错啊 是啊 喝了之后确实不渴了 还真是消暑解渴啊 还真不错呢 卖凉茶嘞 我这头子这么晕 这头子这么晕 好像住暑了 兄弟 兄弟 净空师太 别来无恙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这么害怕啊 你很怕我吗 我没出卖你 我怕什么 你这么遵守承诺 我当然很高兴了 不过这件事 还是欠妥的 你想怎么样 你人活着 冷于那帮人迟早会查到我头上 到时候 到时候 我苟急跳墙 一步留神 把沈朝宗的事说出去 就什么都穿帮了 你知不知道 之前是谁找人杀了杜兰燕吗 有人吗 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 谁 事成之后 再给你另一半 名字 杜兰燕 放心吧 我绝不会让他活过明天 你该清楚怎么做了 你要我死 你死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儿子 那我怎么知道 我死了之后 你会不会拿那荷包去威胁朝宗 你不必担心 你死了之后 这个案子就真正结束了 假如我拿着荷包去威胁朝宗 不就等于 我主动承认了 这个案子跟我有关吗 你觉得我会这么笨吗 你想想 你抛弃了你的儿子二十多年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万贯家财 可以过安稳的日子 可却要因为你苟且偷生 而一无所有流落街头 你对得起他吗 身为一个母亲 你已经不合格了 难道 连他最后的幸福 你也要剥夺吗 你不要再说了 我要休息了 那你慢慢想清楚吧 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不想你背负太后的罪了 对吧 这样子 我 returns 姜大奶奶 你们干什么 没事老大 中暑了 人呢 快 姜大奶奶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姜大奶奶 请留步 我有事请教 我没空 事关人命 我想问问沈族长 已经处死的人 为什么还留在人间 老大 老大 人没事 没事 人 没事再问我了吧 那我走了 我就在大兴前庄 随时来找我吧 快点 快点 来不及了 莱姨 你拉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 朝宗 莱姨 你是认为我不识字呢 还是不懂精细 四郎叹我 牧连救我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不希望你来提醒我 朝宗 我真的不能原谅他 我真的是做不到 他毕竟是你的母亲 就像戏里说的 你的生命是他给的 可是他却不珍惜我 他把我卖了二十两银子 事情是有原因的 是太太告诉我 他告诉什么你都相信哪 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卖掉二十两银子的人 他的话可信吗 血缘关系 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我是一个女人 我明白那种感受 要不是在万不得已的状况下 没有一个母亲 会抛弃自己的子女 你为什么一直不肯 面对事实呢 为什么不给师太一点时间 让她告诉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有一天 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你也许会后悔 不过都来不及了 让我想想 让我好好想想 朝宗 娘虽然不在你的身边 没有看着你长大 但是娘的心 就像游子身上的线一样 始终牵挂着你 这密密麻麻的线有多长 娘对你的思念就有多长 现在你长大了 出息了 娘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娘不求你在我有生之年 能喊我一生娘 娘只求死了之后 偶尔还能去你的梦里 看看你 摸摸你的脸 娘爱你 娘爱你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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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亩草啊 幸亏拿出来晒一晒 要不然呢 都得发霉了 桂叔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那一亩草啊 一亩草 一亩草 赐母手中险 有子身上医 林兴秘密封 唯恐直时归 是啊 这世上 什么都能选择 唯有自己的父母啊 没办法选择 大朝爷 您使命好啊 您生在了沈家 又有老太太这么好的母亲 这可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呀 桂叔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自己的母亲啊 没什么好说的 一说起来啊 就心痛 为什么 他们早早的就死了 我连孝敬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说这做儿女的心理啊 可真是啊 不是个滋味 你说还有什么能比这让儿女更心痛的呢 是 娘 我来接你了 是少爷 娘 我来接你了 我来接你了 是少爷 你们让开 你们让开 是少爷 娘 施少爷 娘 施少爷 施少爷 你 娘 对不起 我之前实在是太冲动了 现在想想 真的是很不应该的 俗话说得好 自不贤母仇 不管娘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你始终都是我的娘 我应该孝顺你 尊敬你 娘 你能原谅我吗 施少爷 你这样做 我们俩真的很为难啊 你要不跟我们老大说一声 是啊 施少爷 施少爷 再来接人吧 施少爷 我来接我娘 需要经过什么人同意 这 娘 走 娘 娘 施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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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怎么了 施少爷 施少爷 娘 施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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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进宫师太太 她死了 娘 娘 娘她怎么了 施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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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玉 五年她怎么了 没气了 看来好像是中毒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 娘 娘 难道是江雨萍对她说的那些话 江雨萍 你说是江雨萍 最近的几宗案子都跟她有关系 昨天她又无缘无故来到这里 我怀疑 不用怀疑 一定是她 我找她去 施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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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街坊 各位街坊 我们药店之前薄利多销 被人说是假货 这实在是太冤枉了 为了让大家看清百合堂的实力 本店特别聘请了医药世家的白木飞 做我们的大掌柜 从今日开始 我们会赠医施药 我们要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药 到底好不好 经不经得起大家的考验 请大家多多关照 来 里边请 里边请啊 谢谢啊 里边请 朝宗 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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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雨婷 你杀老娘 你杀老娘 你杀老娘是不是 谁害死你娘 神老太太死了吗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 你还敢狡辟 靖空她早就该死了 我杀了你 放开 放开 我杀了你 靖少爷 靖少爷 放开我 放开 老公约 她要杀了我 快点把她抓起来 我抓的人是你 来人 在 把姜大奶奶带回去 是 走 你放开我 你 凭什么 你凭什么抓我呀 你很快就会知道 走 快走 你 节哀顺便 你回来了 我听官叔说 你不想有遗憾 我猜得出来 你一定是想把师太 请到家里来住 但是又怕娘不高兴 大家又处得不好 我都替你想好了 我们可以在城外 买一个小房子 到时候 告诉娘你有事出远门 我们去那里陪她住几天 还有 我备了很多珠宝首饰 这样师太下半辈子 一定可以过得舒舒服服 你呀 也可以近一点点孝道的 不用了 为什么 难道 你不想认师太吗 她已经去世了 她是服毒子杀的 我之前对她那么凶 你要我认她 她 我就是不肯 朝宗 我对不起她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要去哪儿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她能当下的 她是居然姐 她 entropy 我能不肯 她能不肯 他自己摆成这样子 你这点儿 你得你快把我走 她们肯定不肯定不肯定 你得你家 你已经好好去 她 regist业了 起来 给我站起来 娘 你是沈家的子孙 是我殷熙红的儿子 别人死不死 是别人的事 与你无关 你是真的不争气啊 娘 娘 朝宗心里难受 扛不住的 娘 就看在我沈家孙子的份上 我饶你这一次 你给我跪在这里好好想清楚 谁是你娘 娘 朝宗 难言 我真的很后悔 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 没有认她 没有接她回来 现在 我想喊她一声娘 都来不及了 我明白 我都明白 你想哭 就在我怀里哭 大声地哭出来吧 我儿子 朝宗 你一定没吃东西 吃点饭吧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一个该死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你爱 那是个意外 不是你的错 不 这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不该让自己 变成一个老苦无情 连亲生母亲都不认得混蛋 不过我不会再错下去了 你看着吧 我要替我母亲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是 假如我做不到 我就没有资格见你 朝宗 江大奶奶似乎很沉得住气呀 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好一句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问你 钱老师一文不明 又没什么才华 凭什么可以做你们分号的大掌柜 钱老师 他考试作弊 我才误用了他 后来发现了 我又把他招回来 他从来没有上任过 不信你可以去查 好 这件事我就算女员过去了 那么他死的那天 你又去水月安干什么 我去拜神 我每个月都去拜神 我不知道他也在 那么杀杜兰烟的老五呢 老五 什么人呢 江大奶奶似乎是作案的老手 每句话都滴水不漏 好吧 既然你不肯说 那由我来告诉你 你有把柄在钱老师手里 所以让他做了大掌柜的 可是你没有想到 他贪得无厌 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你 所以你不敢忍受 便杀了他 正巧这个时候 你发现了净空师太的秘密 然后你要挟净空师太 让他为你扛下所有的罪名 接着又因为沈朝宗 取兰烟的事 你买通杀手杀他 继续嫁祸净空师太 说得真是精彩绝伦 冷护院不去说书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你说的这些 全部都不是真的 第一 我有什么把柄 会落到钱老师这种人手中 第二 净空师太 有什么秘密会被我知道 第三 沈朝宗要娶杜兰烟 同我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前面两个问题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后面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你和沈朝宗有染 你说什么 我守寡这么多年 全镇上的人都有目共睹 你凭什么诬陷我 水月安的每个人都能证明 你们俩有交往 我们在那里 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谈生意 为什么要去水月安 因为那里清静 不会泄露商机 那天你为什么要去见 净空师太 我从那儿路过 看到该死的人未死 好奇而已 俗话说 捉贼要拿脏 捉奸要捉刷 如果冷户院 你没有证据的话 那我可走了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老大 有人来看江玉萍了 让他们聊 我们走 是 江大奶奶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也有亲人 可千万别让你的亲人蒙羞 大嫂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他们怎么说你杀人了 你相信不相信我 当然信啊 那你帮我做件事 你快点往里搬啊 好嘞 好嘞 赶快关门 守着麻烈点 江少爷 江少爷 小心啊 江少爷 你们千庄可从来没有关过门啊 这是为什么呀 还不是祠堂那帮人 他们硬要诬陷我大嫂杀人 可我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现在把我大嫂关在祠堂 他们还说 要查查我们大兴钱庄呢 这 我大嫂说 她自己个人生死事小 可要是牵连存钱的大伙 那就糟了 那 那 那 我们要不要把钱取出来啊 这大嫂在押期间 是不能取钱的 这是民文规定的 这没有证据抓什么人嘛 我也是但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啊 大伙 这 没办法 江二少爷 你放心 有我们大嫂在 一定为你主持公道 放心 好 算了算了 老师谢谢大伙了 谢谢大伙替我主持公道 谢谢大家 替大嫂主持公道啊 走了啊 谢谢啊 你们来等你 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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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哥 你看 你 发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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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经济 发生事 我装无辜 算什么执法者 如果不发生事 我们就告他生警察局去 哪个都进来 发生事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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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长 你 马上 马上把江一平放了 可是他是嫌犯 证据呢 我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找到证据 几天 几个时辰都不行了 你听听外面 这外面这旁人 要是再晚一点 非得把这词堂拆了不成啊 可是关于静空师太 好了 这件事我还没追求呢 我问你 静空师太不早就被处死了吗 他怎么能够死两回呀 祖长 情况是这样的 行了 不要再听你解释 你赶紧把人给我放 这 昂远啊 我知道 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我也相信 你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这凡事都要讲证据 对不对 这一般的人你管个三天五天 没事 可就是偏偏这个江玉平 你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太平镇的首夫 是大兴山庄的老板娘 如果他有事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 朗云啊 你就当帮帮这些 乌辜的老百姓吧 把人给放了 你要查就接去查吧 反正他在镇上又跑不了 去 关叔 这个月的利润 怎么又少了三成 可无事嘛 对面忽然来了个十一赠要 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虽说江大奶奶被抓了 可是 这来买药的人照样这么多 想不到我一个堂堂的大自豪 居然输给了一个新手 八少爷 您也别生气 咱们慢慢想办法 大少爷 大少爷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你没听到他们的话吗 我沉渊得雪了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天网灰灰 疏而不愣 多行不易毙自毙 等着瞧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好过过 你知道吗 我每天过这痛苦的日子 只有你痛苦的时候 我才能喘上一口气 沈昭宗 这是你欠我的 我会一样一样地拿回来 怎么 想杀我吗 好啊 我们一起死也不错 至少这样的特权 杜兰烟享受不到 来啊 你又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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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的烛火 泪像拉花雕 等待你练习的笑 愿给你依靠 不求你回报 用红色的线将我们 此生缠绕 你才知道我对你有多好 没有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若你对我好 再哭也能熬 我吃我傻我奔也好 你才知道我对你有多好 我的手不会轻易的放掉 握紧握牢 我在胸口 就这样我到天荒地老